日前教育部国教署的署长 带领美国华盛顿的厅长 来到同德加上做交流 多所的学校署长指定来此学校 是给学校一个很大的肯定 教育不只着重在学习及课业上 应该更要着重于技能教育 来参与美国华盛顿的教育厅长 来我们同德参谋 我们同德他们的那个 像到世界各地去比赛 都拿得很好的成绩回来我们南投县 他们今天所观摩的最主要是我们的铁板烧 还有我们的那个学校所有的教育 对每一个小朋友 他们的学习能自以那个学以自用 这个活动肯定对学校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希望透过国际交流提升县内的教育思维 并且促进两国双方教育现况与趋势的理解 这是学校及政府需要去推动的 希望让孩子有自信去发展自己 我们能够来到同德加商来参观他们的学校的一些教学的部分 我们是觉得非常的荣幸 那尤其是他们在今天特别以他们餐饮科的学生来做这样一个餐饮的接待 也可以让国外的一些贵宾知道我们在高职端的教育的一个推动的成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 每年都会向美国或异语国家来招聘老师来台 协同偏向的老师进行教学 希望借有这样子的学习 乌兰能够提早让孩子们在进入职场的过程当中能有机会去美和 我们每一年都有向美国跟这些英语国家来招聘英语师资 到我们国内来协同偏向的老师来进行英语教学 那他们对这一部分也非常感兴趣 也答应回去之后会帮我们广为宣传 那当然两方面的这个交流合作 我们希望可以经由这样进一步的接触 能够更蓬勃发展 期盼借有这次的交流活动 能够有进一步的接触 可以更加的蓬勃发展 也期盼政府要对教育政策更加的落实完善 民主许家珍草屯采访报道 还有我们下期盼的期待 能够发展 这样增性能够才能够发展 不是专门的录像 能够发展 能够發展